请问 剑四货中的身剑 与金刚经中四剑和五剑是一样吗 身剑破了 除三我道 正粗骨虚脱缓 而金刚经中说破四剑是正如一针发剑吗 破四剑没有正义正发剑 金刚经后面前面是四项 后面是四剑 四剑破了不一定是正义正发剑 正义正发剑要明信见信 那么我剑 人剑 众生剑 受这些 四项是知诸 四剑是分别 那么四分别破了之后 这是菩萨 但是菩萨有很多阶级 要看他了 放下多少啊 那个结尾不一样啊 这个一定要懂 那么四项破了 正许多话 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你看看 都是破四项 可见的 破四项 这个功夫前身不相同 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那么四剑破了之后 也可以说是四剑 职者里头有 也有四剑 分别里头有 他能处理六道轮回 不能处理十发剑 这个要懂得 那么如果是修念佛法门呢 这样的功夫啊 对你念佛求生剑土啊 有很大的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